革命长征80周年 军委政治部话剧团创作排演的《从湘江到尊义》 结尾阵容发聩的几句话 这几天又再次在网络间掀起一番热议 话剧中牺牲的鹰猎们重返人间 站在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上大声发问 今天还有人会像我们一样 愿意为信仰而生 为信仰而死吗 我说信仰在乎内容 如果国家和人民成为信仰的主体 这才是烈士们向死而生的真正意义和内涵 今天我就来谈谈中国军队百战百胜的唯一法宝 和美国百年霸权的绝对王牌 在中美冲突越演越烈的大时代里 长征话剧所引伸出来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军武精神 不仅值得中国几代人骄傲 更将是未来战争成败的决定因素 但当我们看到美国负面消极 腐朽堕落的一面时 一个暴雨中的军力或许会让我们意外看到 美军那不为人知的核心秘密和可怕之处 首先我来说说中国军队百战百胜的法宝 的确离不开信仰二字 而信仰的内容现在却变位了 信仰在当今的社会显得有些奢侈 在这个一切向前看的物欲社会里 金钱早就成为了事业成功 人生巅峰 爱情顺遂 家庭美满的纽带和唯一砝码 但在那个纯真质朴的小时代 信仰冲天的大时代 信仰可是铁板钉钉的真实存在 是失之不欲的毕生追求 那个时代的信仰用四个字去概括 就是革命理想 而革命理想的最终目的 同样是四个字 救国救民 所以那个年代的革命志士们 个个都不怕抛头颅 洒热血 个个都敢舍身忘死堵枪盐 绑上火药炸碉堡 甚至于把牢底坐穿也浑然不顾 个个都是豁出老命去杀出一条血路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为理想 为人民 铺垫出一条通向幸福康庄的大道 所做的一切 所抛弃的一切 包括家庭 妻子 孩子 乃至于生命 都是为了心目中那崇高的信仰 而这些真实信仰的源泉 就是一个字 一个大写的爱字 不是狭义的小家之爱 而是广义的大家之爱 爱人民 爱国家 爱手足同胞 爱大好和善 这种强烈升华的拯救万民的爱 概括了人世间所有朴素的情怀和原始的真挚 有人说爱的力量可以大到使人忘记一切 这就是人类总能在历史中所有天灾人祸至暗时刻 都能成功繁衍生存下来 文明之火生生不期的最大动力和终极源泉 而这种可以让人忘记一切的爱 也特别容易产生人世间的共鸣和巨大的影响力 甚至可以改变历史 抗美援朝期间 中国的英雄儿女们就依靠着这股子舍生忘死保和平的狠劲 把当年天下无敌的美国挡在了三八线之外 甚至在越南战争期间更让美国再也不敢贸然的越过十七路线 所以共产党的军队 无论大渡河还是长津湖 能够一路打败高科技的最强军队 靠的就是一个字的秘诀 就是爱 这种爱国爱民的伟大情怀 支撑着共和国的第一代人 走完了世界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伟大长征 时意是意 基督教立国的美国 虽经历过韩战越战的失败 却依旧坚守着几百年来存续的 一种同样朴素的共同信仰 同样是一个爱字 基督教的圣经里说 爱里没有惧怕 同样传递着这样一个人类道理 人在爱里是没有畏惧的 如果一个国家爱护着你 你也会同样深爱着这个国家 爱是会传递的 是会互动的 爱与被爱的人往往都是无畏的 因为爱已经融化了畏惧 有人常说上午的国家是不会被欺负的 其实我说 有爱的国家才不会被欺负 2017年一张照片疯传网络 掀起了美国网民的一大波点击狂潮 这是一张大雨中的行李 一名戎装军人在瓢泼大雨中 向过路的灵车肃然而立 崇高致敬 问题来了 这个叫杰克乌斯里的美军上校 压根不认识逝者或者其家庭成员 照片在2017年7月6号被路人上传到Facebook之后 截至7月16号 ABC电视台官方首度报道 10天内就获得了12万转发和18万红心 YouTube的关注更是过百万 反过来向他致敬的网民更是数不胜数 这位美军上校说 在将近30年的服役生涯中 他从父母那里传承的道德观 价值观 在军队的历练中得到了升华 所有爱和谦逊 人与尊重的品格 对他而言都成了骨子里潜移默化的东西 大雨中对逝去的陌生人的致敬 只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本能反应 是对生命的基本尊重 和对逝者的崇高敬意而已 他反而对网络的过激反应感到意外 有学者认为 杰克·乌斯里是在身体力行一种叫 Golden Rule的黄金绿 简言之就是同理心 所谓推己及人 将心彼心 这其实就是一种超越简单关系的人间大爱 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圣人 所推崇倡导的爱武爱以及人之爱 如果每个人的生命和价值都能得到最高的礼遇 每个人的骨髓里都有由心而发的自律和自觉性 那么这个国家是可怕可畏的 如果一个人说不怕死 那是假的 但如果人的价值被遵从 那么对死亡的畏惧就退居二线了 这种爱放在军队里 不仅是同袍之爱的紧密维系 更是国家之爱的誓死体现 这种爱将转化为无坚不摧的动力和修气与共的决心 所以人类战争殊途同归都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一个爱字就是工农红军抛头颅撒热血贵人民的信仰使然 同样是一个爱字 让一个美国军人的爱 瞬间燃爆出强烈的社会共鸣和全民的致敬 赤尔尼选夫斯基说过 生命如果跟时代的崇高责任联系在一起 你就会感到它永垂不朽 任何战争都是军人造王 两军相遇都是勇者胜出 试问一支敢于舍生忘死的军队 为国转驱可以换来永垂不朽的纪念 和生命的最高尊重 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奖赏和荣誉呢 是死亡吗 中国长征成功 有士气 美国称霸百年 有内阴 在这个原子弹横行的年代 其实核武国家都是同一起跑线 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到底还是那个爱的发电机 涌动不息的国家和人民 最终会取得胜利 片尾还有长征八十周年 从湘江到尊义那出话剧的精彩结尾 不要错过 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点赞订阅铃铛 开心三连 我说自古江山有铁律 得民心者得天下 小爱慕与暖炕头 大爱欲血 为国家 跌宕风云三千年金怀设计 测铁马 英雄迭出 寄苍生 素质气血 为中华 2020年8月6号 以新闻与您一道 诗和远方 我们的灵魂经常在天上 汇合 我们仍在牵挂头 我们流血牺牲 建立的新中国 在那我们当年的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康光务力吗 还有人 骑在人民的虫上 作威作福吗 我们还能受外国人民欺负吗 中国人 真正是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 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 勇敢多么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 还有人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 愿意为羡羊而生 为羡羊而死吗 长征并没有结束 我们这个民族 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要走 前面 还会有一道道封国间 还有乡江 湖江 金沙江 大股河 还会有楼山怪 辣子口 还会有水山 草叶 年年八月 桂花盛开 光辉灿烂的新世界 依然在远方 信仰之乎 不能吸入 邂逅的旗帜 不能倒下 只要这样 都是雄关漫道 真如铁 我们一样 而今迈步 从仇远 如果您已经点赞 您就无需考虑点击铃铛 因为新闻每一天 天天在眼前 如果您已经评论 您就无需考虑点赞支持 因为评论每个字 自自是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